他现在还送你礼物吗 偶尔会吧 就是一些很小巧的礼物 高兴吗 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不就好吗 你支持他就好了 说好好去工作吗 但是他就是不好好工作 我跟他说了好多次 叫他出去找工作 他不去 他不找 那我说我帮你找 因为他性格就是有点那种弱弱的 然后他不喜欢跟人家说话 那我说我好吧 就是帮你找一个那种 酒店前来的工作 然后去上班了 就是上了快半个月吧 有一次我生病 就是发烧 感冒就挺严重的 他就死皮拉连地要缠着我说 我不去上班 我要在家里陪着你什么的 我就说我没事的 你去上班 你当时生病这么难受 我忍心放弃你去上班吗 我肯定要留在身边照顾你 但是我那个病 又不是很严重的病 而且我都跟你说了 我没事 那刚开始那一天 我确实是挺难受的 而且你跟公司请假说陪我一天 我跟你说得好好的 后面你必须去上班 你当时怎么答应的 你说好呀 但是后面呢 你非待在家里 你看其他人生病都希望 有个人陪在身边照顾他 为什么我留在身边 你还觉得不好呢 我就是希望你出去上班呀 因为那个工作才上几个星期 请假真的很不好 你居然不感动啊 姑娘 就是他刚开始的第一天 留在家里 挺感动的 对 但是后面我觉得这样不好 那你那个病几天以后好的呢 就打针输液不是要输三四天嘛 输三四天 我说第二天叫他去 我自己可以的 但是后面他 那工作现在还有吗 没有了 丢了 就是因为这个 对 你不觉得后悔 我只想照顾他 但是也没想这么多嘛 因为工作肯定没他重要 他是最重要的是吧 对对对 反正我超级受不了他 他经常会做一些让我 里外不是人的事 他上次买了一个包给我嘛 一个包 就是一个很小巧的 然后那个包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他 他还跟我说 那个包才三百块钱 人家打轴才买的 但后面就偶尔 就会跟他朋友吃饭 他朋友就说 你那个包就是 小孙就是五千多块钱 买的包吗 我说什么五千块呀 明明就是三百块嘛 而且他那个朋友 眼神特别不对 他就扭头 就跟那个旁边的朋友说 你看他女朋友 就是一个拜金女 以后可千万不要找这种女的 我就很委屈真的 我就超级觉得不好 因为上次的事情 我跟他吵架了嘛 看到那个包 觉得他会很喜欢 我就找朋友借钱 买下来送给他的 好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 是五千的包 说是三百的包呢 如果跟他说实话 他肯定又会生气的 他又觉得我乱花钱 哦 那个钱还给哥们了吗 钱现在还了 哪来的钱还的呢 做金只慢慢振的吧 你还行嘛 但是你哥们都觉得他拜金呢 当时我也只是想 哄他开心 没想这么多嘛 你就不要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 你开心就可以了 你觉得我开心吗 那个包像五千块钱 我一直供在那里呢 我都不敢背 供在那 对 五千块钱的包呀 我像我都不敢背 我就放着那里呢 而且你身边的朋友都说 我是这样的人 但事实是我觉得我自己 我自认为 我很懂事的一个人 不是这个我问一下 仅仅就因为这一次借钱 还是说这种事 其实也平凡地发生过 就是还有出去吃饭 吃饭怎么了 他会点一些很贵的菜 他就 这个不是你特别喜欢吃的吗 什么什么的 他朋友就说 就会觉得吧 就是你看这种女的 就会就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什么的 还有什么事 是你不能接受的 就像前不久吧 我闺蜜跟我借了 一千多两千块钱 然后我跟我闺蜜去要嘛 因为那时候经济比较紧 我就问她要了一下 她就跟我说 她没有 然后就吵了一下嘴 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和我闺蜜的事情 对 但是她不知道 从哪听来的 就跑去跟我闺蜜 吵了一架 不是 你跟人吵什么呀 当时她打电话 问闺蜜要钱嘛 然后跟闺蜜吵架 看到她设委去 我就特别生气嘛 然后我就找她闺蜜 说了一些狠话 对吧